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小时候不觉得美国是世界自由民主灯塔 美国佬一直都是为自己的国民利益着想的 只要你读多斗领历史 你都知道为什么他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以为他想? 他不是人家搞够珍珠港 他们就是在车里面的味道 他们只是继续捐钱 当邱格尔打到被德军打到车里面的时候 他们都说你有看《Darkest Hour》 连坦克都说自己搬吧 是這些人 也不只是電影 當時也有做一個民意調查 當時在1940年代 1939年40年的時候 美國以不捲入歐洲戰爭為開心 他很開心 沒有電話 沒有玩死乾淨 因為我今天充電 我的尾留在公司 我拿走的時候 因為我剔斷了一條線 沒有把插鬚回來 所以我的電腦不能充電 所以電腦的電量有限 頻道就看不見了 我想再屌察你那些Low Ray 什麼都看不見了 屌你老母 不過不要緊 其實我有時看 Youtube沒有營養 非常沒有 很感謝支持我的網友的支持 很感謝 那裡人多 有時都有一千人 有時都有一千多人 我都很感激大家 支持我的人 但裡面提供了一個遊樂場 給那些傻子 平時 平時 你被你老闆 被你老闆 做奴隸 做傻子的時候 是不是 你受那麼多欺壓 Low Ray好 周周好 那些傻子 你老闆 經常來屌察我的人 你平時在社會 你夠不夠膽 面對人家屌察你 欺負你 你賺多少錢個月 屌你老母 在欺壓你的時候 你夠不夠膽 挺身而出 你不夠膽 你們是無敗權力的 你們這些人 無敗金錢與權力 你們有什麼事 你平時受氣的 我都要提供的原地 給你屌察我 我有什麼所謂 我不痛的 我不知見你們 你們玩得熱鬧 我就開心了 所以支持我的網友 跟我盡執 對著這些人 跟我盡執 以最大毒的說話 跟這些人 都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不需要有道德的家鎖 你可不可以 用烤烤叉油的事 就這樣 兇在口上出 然後兇在鑽燒 也行 不過現在不行 就是說你是企圖 對吧 繼續說回那個 選舉得到的啟示 人是愈來愚蠢 其實美佬 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 明知是有作弊的成份 明知是Dominion已經檢查了是有事的了 亦都有很多問題的選票 有了片 有了聽證會 你美國人都可以選擇 閉上眼睛不肯理 然後因為自己的情緒上去討厭一個人 然後無論不擇手段也好 破壞民主的手段也好 破壞制度也好 我都要攀他下台 這個完全不合理的就是 Twitter和Facebook竟然禁止了特朗普 一個現任還未卸任的美國總統 不要當他的身份 他罵了什麼 他說他煽動 事實上他有沒有呢 事實上他有沒有是沒有的 他反而是拍了一段影片叫人離開 然後你刪除了那段影片 再跟手刪除他的帳戶 即是你這樣也行 這樣跟當年1989年的封鎖新聞 自己做的新聞出來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你美國今次做的所有事情 跟一個極權社會做的事情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我想跟大家說 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開槍對手無穿鐵鏡 美國今天開始 其實喪失了對全球的道德基礎 不要跟別人說道德 不要跟別人說人權 不要跟別人說法治 不要跟別人說民主 麻煩你 你已經沒有這樣的權利 你已經沒有這樣的權利 你沒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我剛才都說 美國這套制度是好的 這套民主制度是好的 整個互相制約的機制是好的 很多制度上的東西都是一個人類相對比較好的制度 其實人類叫做一個社會 一個社會從政治上 一個比較驗證是比較好的制度 但是任何最好的制度 最好的法律 最好的機制 你執行的都是人 你都是人類 而人類就是最容易腐化的動物 人類最容易 最容易奸搞 最容易被金錢所迷惑 權力所迷惑 所以其實 永遠都是由人類去執行所有的制度 為什麼美國可以繼續繁榮內製 就是因為這個國家裡的人 他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基督教的價值 或者宗教的價值 或者道德的價值 去令到這班人 或者良好的教育系統 令到那些人基本上 有一個社會的契約 他們會遵守這套遊戲規則 好了 現在你不跟遊戲規則 玩爛了遊戲規則 玩爛了遊戲規則 是不是 這樣 什麼制度都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所以就算 很多人就會吹到說 美國會不會內戰 我覺得當然不會 我也認為應該不會 當然 但是會不會墮落呢 一定會 一定會 因為我們真的見證著一套 本來好的制度 如何被扭曲 如何扶腦成為現在的 如何人為 如何濫用 去複製制度 去濫用這套制度 令到這套制度 本來好的東西 都變成不好的東西 就利用這些 本來的制度條文 去達至很多人的私利 達至自己的目的 我們看到太多 這二十年來 我們看到太多 整件事由選舉的過程 再者之後 去到一些傳媒的圖資末份 整個大的組織 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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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 當然我們 我都是支持特朗普 但是 就算他輸也好 都要輸得光彩 整整常常輸 你說真的不夠 投票輸了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是美國人民的選擇 沒有辦法 但是你現在不明不白 現在死得不明不白 還要你美國人 不知就裡地 接受了拜登做總統 他會怎樣 接著會怎樣 Not the end of the day 拜登做總統 如果一些不對的事情 自自然而 他會有後果 他慢慢會演進 演進是什麼 那會怎樣 既然左膠那麼邪惡 那就讓他邪惡一下 他一定會 繼續邪惡下去 邪惡到一個點 會怎樣 官逼文反 美國官逼文反 會怎樣 美國人有槍 美國人會有很大的變化 現在你看到的 從來都沒有在我們認知的歷史 在我們認知的歲月裡見過的場面 現在全世界的事情 現在發生於2021年1月8日的現在所有的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世界上沒有的 沒有見過 美國以前有史古內戰 但是所謂的南北戰爭等等 跟現在的事情是沒有得類比的 完全不同的情況 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 政治背景 世界格局 科技格局 全部不同的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場世紀的疫症 這場疫症 我覺得已經超越了西班牙流感 當年20年 一九一幾年還是二幾 我忘記了 西班牙流感的時候 你說的是一個科技不發達的 都還不像現在那麼發達的社會 人類的交流不頻繁的社會 對付這些新型病毒的科技 都不是今天的科技 而都死了那麼多人 都令到各國好像束手無策一樣 其實所謂打疫苗 是不是真的能夠去壓止到病毒的傳播 或者是令到人類從這一場的瘟疫裡面解救到呢 我覺得不是的 不一定的 你問我 我就對於疫情來說是悲觀的 我覺得會繼續存在下去 直至到這個武漢肺炎 變成了一個好像雙風感冒的風土病 他一定是會經過一段長時間 就變成了一個風土病 去到人類覺得 你不想想吧 當它是風土病 糟糕 或者有一些是能夠治癒這個病的藥 現在不是說疫苗 現在我覺得是藥 就是好像幸福雙風素 變成了幸福肺炎素 就是必利痛的主要成分 就是必利痛的主要成分 就是潑熱色痛 等到人類研究到一個潑熱色痛的東西 可以快速應對這個武漢肺炎 人類才叫做真正脫離了 脫離了這個武肺的威脅 或者陰霾 你搞不定 你現在看到全球 我們活在一個全球性的瘟疫底下 大家做了這麼多年人 有沒有見過香港是這樣 有沒有見過世界是這樣 有沒有見過原來人是不能夠 從一個國家飛去另一個國家 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不行的 有沒有想過沒有 有沒有想過美國的制度可以是這樣 有沒有想過香港有一天會變成這樣 沒有 是不是 這裡說多一點 就是 有不少的香港人 我所知道就是 他們都會支持特朗普 原因也是因為 將自己在香港的寄望 寄望在美國總統上 就是希望他可以解救我們 因為拜登一定不行 其實發生了這麼多事 就是在這個美國國會的騷亂裡面 我會覺得其實 香港始終都是要自求多福 都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的 因為 首先就是 假設是拜登上台 民主黨上台 你一定是沒有希望的 這個不用說的 就算不是 就算是 可能在未來的幾天裡面 有什麼變數 大奇跡日 對 大奇跡日 反而是特朗普掌權 你覺得他這四年 你覺得他這四年 要處理的問題有多少呢 他只是要處理民主黨的人 疫情 一些共和黨裡面的二五仔 傳媒 各樣各樣的事情 我想你比四十年 他都沒有做完 沒錯 那些事情是根深蒂固 剛才輝輝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 到底現在國際線 還行不行得通 大家應該要看一看 煉月爭最近一篇文 就是說這個 流亡的人到底能不能夠 就是說 他說幾件事情 就是說 香港現在還打國際線 還能不能打倒 還有沒有效能 不是能不能打倒 就算被你打倒 有什麼效能用 可以做些什麼 第二就是說 流亡的人能不能夠 做到一些力量出來 他們兩個答案都是否定 流亡就是流亡 從古往今來 流亡就是只能夠 流亡 就是只能夠 很虛弱地 在海外發小聲音 就是變成黃誕 變成不以外氣 沒錯 或者變成就算 很多 以前有很多流亡的政權 一些人都做不到任何事情 西克魯克親王 流亡了 脫離柬埔寨流亡了這麼多年 有什麼做了 達拉拉麻 離開了西藏這麼多年 都半個世紀 做到什麼 現在連轉世的靈童都找不到 都不可以找到 是不是 當達拉拉麻原籍的時候 其實 他也沒有一個人可以 因為他們轉世的靈童 也有一個靈童 也找不到下一個達拉拉麻 基本上 下一任的達拉拉麻 其實中共早就已經 策定了 其實 能夠做到什麼 做到很少 而國際線 現在在國安法的情形下 基本上 你不能夠做國際線 你在香港 如果你人在香港 不用說了 國際線拜拜 就是國什麼 制線 你打個場地電話 他也說你勾結外國勢力 這是不可能的 這樣可以做些什麼 又能夠做些什麼 我又覺得 要不當然 就是賺錢走人 比你所說 香港精神 賺錢走人 就是為自己自求多福 是一條路 而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如果你要 其實不是順民這麼簡單 現在留下來就是偷生 就是沒有辦法的 你不喜歡聽也好 包括我自己 就是偷生在香港裡面 你能夠做到些什麼 很卑微 就是你問我 只能夠是沒有的 就是留一點血脈 一點點燈 那些東西 只能夠很卑微地 去繼續記錄 用可能畫畫 可能畫劇 去記錄香港的事情 香港的文化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習俗 我們的風俗 因為我們看了太多 在古往今來 我們看了太多的民族被滅 或者不是叫民族 就是叫族群 族群 是被消滅的 被完全摧毀的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在歷史上 無數無數的 無數無數的多 包括你日直時 台灣夠日直 現在日直之後 那怎麼辦呢 沒有了 也有很多語言文字文化 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 隨著被統治的命運 就會消滅了 三百多年的清朝帝國 那些滿洲人 現在去哪裡 沒有了 滿洲人 不要說遠了 不用說遠了 我已經不說 在羅馬帝國征服 英倫三島的時候 當時的文化 我再說遠一點 那你今時今日的蘇格蘭人 有多少還記得 這個基歷怎麼說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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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是蘇格蘭人 我們真的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 那你說香港 我們曾經聖極一時 叫東方之珠的這個地方 到底我們的命運如何呢 到底什麼 我又覺得大家不用這麼悲觀 有很多人說到 地運玩完 玩完 玩不玩完 我經常都覺得 是視乎人 所有事情是視乎人 你說有沒有未來 沒有了 如果繼續在現在的情形底下 就不會有太大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幻想 幻想不是說要推翻 不要誤我 我說好像以前那類生活 或者好像以前那類自由的生活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喜歡不喜歡 你可以參選 用和理非的方法 現在連和理非的方法都倒閉了 也算作首歌 拍一套戲 是的 你還可以拍表姐你厲害嗎 沒有 你還可以唱王后大道東 可以 甚至所有事情都要趨向政治正確 所有事情都要政治正確 你說悲不悲哀 是悲哀的 看著任何事情變更 都是悲哀的 而我們也看到世界 剛才我回到原點 其實我想說 大家從來 你有沒有看到我從來說 希望美國可以伸出援手 美國要救我們 國際要什麼 當然不行 你們自己的城市地方的事情 你當然要自己去努力去做 做好你們自己的事情 你們自己去堅持 當然是叫人家幫你 下下叫人家幫你 人家為何要幫你 美國佬為何要幫你 他就算要幫你 都要你們這些人爭氣 沒有錯 我才幫你幫得有價值 這件事 我在India有正氣 都說得到口臭 是不是 要先自愛才能自強 自強之後 人家才會幫你 甚至不要說人家 你自強之後 國家也會幫你 你現在試試去問李嘉誠 拿一球東西幫你打本做生意 為什麼要幫你 他問你為什麼 一定是 我可以借你一球東西 我可以回到百二萬的給你 他可能就會制 還有全球的政治 全球的政治都是講利益 講權力分配 講利益 你不要這麼傻 人意道德 為求公義 自由世界 幫你 當然不是 當然是講利益 就算 如果你跟共產黨說 不是 對你自己沒有利益 你朋友 可能是朋友 是朋友的 如果你說 你抱歉 不要緊 你的財政 那一萬億 都給我 就可以了 只是這樣 只是談 只是談這些事情 所以 很多傢伙 很傢伙的人 經常說 求美國幫助 什麼 出兵打架 為什麼要幫你 代理人戰爭 現在不會出現 在七十年代 因為越戰 打後 已經知道 什麼代理人戰爭 已經是不行了 沒有人會幫你做這些事情 所以 現在 所有的網友 現在 我們是一個這樣的時代 記住 自愛 然後 就能夠自強 自強 才能夠 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才能夠壓立不倒 對 對 所以 大家都是建置喝水 其實 大家保持一個 心靈的健康 保持一個 做多些運動 保持身體的健康 心靈的健康 保持一些正面的事情 不要緊 贏谷舒縮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地上最強的足球隊 你都不會公足九十分鐘 是不會九十分鐘 人有體力 細度有循環 很多事情 不是你一朝一夕可以急得來 亦都不需要為 一時三刻的難受 而很難受 這個世界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你看到美國 都可以亂作這樣的情況 美國也是這樣 是吧 況且其他 這世界都會發生 所以我推介大家看一套 叫做World on Fire 挺好看的 是Netflix 叫做戰火 不知道什麼 World on Fire 是電視劇 很好看的 是英國電視劇 PBS電視台 很好看的 因為它很好看 其實它的蒲哥媽媽 都是一些 其實它說的 就是在二戰爆發之前 不同的地方 就是波蘭的故事 有幾個人物 都穿勻了幾個地方 波蘭 柏林 倫敦 法國 巴黎 這四個地方 有不同的人物 他們有故事 如何面對一個巨型大時代 一個不合理的大時代 他們如何 尤其是柏林哥 都好看的 柏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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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準備被德國入侵 是 1939年 八月尾 有一個英國的外交官 跟一個 波蘭的咖啡店 女生有一段情 他們這對男女 怎樣去 他的國家要被人侵略 然後被統治 他們怎樣去處理 這一段感情 結果當然就是 那個咖啡廳的女生 由一個 那個人倒咖啡的美女 變成了 波蘭的 那些 那些叫做 游擊隊 怎樣由一個 普通的女生 變成游擊隊 他描寫得很厲害 那個心理的描寫 但是這些 很沉重 不沉重 你是沉重的 作為香港人 你回顧是很沉重的 例如 這段也是很好看的 另外一段 是柏林 那段很好看的 他是講柏林 他裡面的一個美國籍的記者 美國籍的記者 是一個美國傳媒 駐柏林 的一個記者 他做一個Radio Show 好像網台節目一樣 納水政府 什麼都不能說 叫他什麼都不能說 就算他是美國公司 也好 你什麼都不能說 死定的 不行的 一定會被人抓 這些不行的 很有共鳴 你明白嗎 看上去 另外他在幫助他 住他的隔離屋 其實是一個德國的企業家 即是一個德國本土的企業家 他很討厭納水 他很討厭Narsy 他都不支持Narsy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都要生活的 做生意 他本來是有錢人 他不討厭Narsy 但是你不討厭Narsy 你以為可以獨善其身 可以繼續做生意 當然不行 然後就不行了 他的女工 他很討厭一個女工 他想炒了一個女工 但是那個女工 突然間跟他說 我是黨員 我是Narsy的黨員 你不可以隨便炒我 一個女工 他是老闆 一個這麼厲害的女工 但是他說他是黨員 你就不能夠炒他 然後那個女工 如何勾結 Narsy的 真是納水黨的人 如何逼到 這個沙廠的老闆 走投無路 很好提 他以為他不理 納水黨 也不理政治 他自己也不理 做生意 到最後為了女工 要加入納水黨 到最後 還有很悲慘的下場 很入 很入 在一個亂世裏面 很沉重 很沉重 但他又拍得很 好像當愛情小品 包裝 但不是的 真的很沉重 他是很好的 英國片來的 拍得很大製作 很好認真 叫做World on Fire 叫做戰火不知什麼 很冷靜 很冷靜 最近我只是 我真的太沉重了 所有社會上各樣東西 所以最近我看回 《大黑一至四》 你真好 我也很期望 突然有個John McCain 走出來 拯救特朗普 拯救美國 不是的 我看了《金濟之國之闖關者》 我也有看的 那套什麼 日本片 日本電視劇 《金濟之國之闖關者》 英文就叫做 《Alice in the Borderland》 如果你用英文版Netflix 《Alice in the Borderland》 中譯應該是《金濟之國之闖關者》 很冷靜 很冷靜 又是很冷靜 你代入香港的時勢 或者你代入去看 這件事就很冷靜 人人都想有一個類似 其中一個理想國的東西 很冷靜 總之大家 無緣無故就變成電影推介 電影推介 也好 講一些遠性的 說真的 各位所有的人士 或者關注香港 對香港還有一段不感情的人 大家在現在的時勢 不要自暴自棄 不要覺得什麼都沒有希望 有沒有希望呢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呢 在乎於個人 希望在這裡 對於心裡 沒有人可以把你的思考 沒有人可以破壞 現在在客觀上 就開心一點 如果看到的話 儘量做些事情 令自己快樂一點 因為情緒的問題也很重要 粗俗一點說 吃份吊玩 不然 為什麼 因為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身邊的朋友會不見了 你不知道 你現在享有的一切 什麼時候會消失 所以為什麼不 要抓住今天 去珍惜你 現在手上還有的一切 現在能夠共渡的時光 為什麼不去好好把握 好好的把握 每一秒你活著的時間 所以仍然在呼吸 都應該要慶何 因為這個也是 被捕的五十多人 給我的 他們從此面對 更加大的壓力 一個個案的壓力 因為始終是一個國安的罪行 第二件事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很多事情 現在不是即將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在一個 類似這樣的白色恐怖時代 肯定的 也不需要提供 這是白色恐怖時代 好像以前那些 六十年代文革時代的人 隨時會被人帶走 當你說不能夠做就 腳做 用心做人 用心做人 用心做錢 才想想下一步 沒有錢 可以想 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 過好一點生活 多照顧身邊的人 其實已經是對時代最好的交代 這件事是真的 好了 聽一下電話 劉先生應該也是 劉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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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政府也有想過怎樣開放的門戶 給香港的人去申請 或者香港的曾經示威者去做這些事情 原來曾經談過的 但原來遇到其中一份很大的阻力 就是一些香港支持民主派在澳洲的人士 原來是這樣 我真的不認識 那關那些人有什麼事 原來有這樣的事 所以下個星期可能會封閉一位叫Raymond 以前都是我們的朋友 現在是長居在澳洲的朋友 喂 喂 老仔 突然間出現了 喂 老仔 怎麼樣 有什麼想分享 我想分享三件事 老實說很悲傷 現在這樣說法 殺到你 我不想說 第一 第一 這個疫情 關於娛樂業 電影那些可以全部死光 你現在這個賀水檔期 最修得的那些 全部都死光 都未必有戲院開 沒有了 戲院也不開 戲院不開 沒有了賀水檔期 不過說真的 賀水檔期 現在一年都只是 好像過年那幾天有人看電影 還有那些也沒有看電影 還有《復仇者聯盟》 除非是有那些大片 才會要排隊買票 否則也不用了 電影都是死到直的 你現在看到樂壇和電影 你以前八九十元代 雖然你出生 但我也會知道 你樂隊的有樂隊 太極 有歌手的 有郭小林 有張國榮 還有其他 王凱琴 那些 多多彩多元 現在 現在有什麼 即是說不出 姜濤 姜濤啊 什麼說不出 現在多好啊 是不是 有姜濤給你看 老友 要怎樣 A-ROR MIRROR MIRROR 對 不是 ERROR 挺好笑的 我最近看的 什麼ERROR 什麼花姐ERROR 也挺好笑的 其實 也挺有心 也挺有心機 是 其實我說 如果ViuTV 搞了 現在三輯 《全民造星》 我想如果 如果你說 現在沒有錢 加《全民造星》 ViuTV 是可以的 喂 我參加《全民造星》 可以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唱歌可以 可以的 我可以 不如和阿輝你組樂隊 好 我們組成一塊 去參加《全民造星》 Berry哥才差不多 Berry哥在那裡 Berry哥在那裡 Ninto彈結他 Ninto彈結他 他可以的 我不會的 我不會的 先說明我不會的 我用手指的 我都不會的 我都不用Ninto彈結他 真的想起了 之後我想說 特朗普 還有兩件事 特朗普 沒有了 特朗普 過渡給拜登 看拜登做到什麼 拜登 沒有 不會做到什麼的 放心 不會做到什麼的 這個邪惡 這個真帶毒真邪惡的政府 不會做到任何事情 我覺得 會戰爭的 可能會帶領美國 又打幾場戰爭 這些不奇 還要打輸 我相信風水師 哪個風水師 說今年當選的 美國總統會死 死也不奇 死也不奇 不意外 他做作一死也不意外 都八十多了 你看看他 他屌你媽媽 老人都是 你遇到賀錦麗做 拉丁裔 女人 總統 政治好 正確 之後還想說一句 那個叫做 吶柱哥 你那條混蛋 你知不知道 他前幾天 還要批圖 批到上去 說要聲援十二港人 我屌他媽媽媽 你不要這樣消費十二手足 我不說了 你說我分飯飯 不是啊 劉沙 不是阿劉仔 阿劉仔 阿劉仔 不需要跟傻的人說話 你不需要理會傻的人 你不需要理會傻兮 傻兮就有個傻兮 你不用理會他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不用理會他 龍心也是這樣 我當他是龍心那類 你不明白嗎 你當他龍心流馬車那類 流馬車那類 我沒有理會他們做什麼 挖什麼 中取什麼 我覺得 我連批評他都覺得厲害 有他的套 他龍心不像其他傻子 老實說 不是 他真的都是傻子 你一開始 其實他做的事 我們這些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他挖中取 做些事根本上 他都不是純粹 不是純正 他根本就是 你倆拿花生 自己快樂 這些人 香港大人 你壞些說 以前戰王的 你會見很多壞人 戰王大人 只要那個壞人 有沒有走出來 走出來的那個就是龍心 還有都是巨血 這堆有 不是的 一四那時候也有很多 在街上有很多 現在上去坐著 不理會他 這些傻的人 我覺得社會還給他那麼多花生 你就跟他傻一份 對不對 這些人不用理會 對 你有沒有看到我 說過半句 有沒有在我Facebook 說過半句 沒有 我根本就無視這些人渣 他幾歲都好 這些根本就是人渣 就算我當你老筍 還沒生了 你也不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理由 跟大波man那些 吵你 喝酒做落 這些人是白卡的 還有他以前做過的事情 所謂的抗爭 有抗爭過的 他還要射可樂 還要射周志樂的壇 怎麼會是老母 就是這樣 那些人來的 就是彎了那些 很簡單 白卡人士 說眾取松 好啦 不妨礙我 分享到那麼多 不妨礙你了 你也要下班 拜拜 醒目 老仔 拜拜 真的 你見到 美姐 對 小人何足掛齒 烊主歌之變節 不過他在消費 叫什麼呢 有種人 專門在社會上 消費別人的同情心 消費別人的傻強負弱 說他變不變節 其實有沒有可能 當初你們的主觀願望 你只希望他是這樣 其實他根本就是這樣 就是了 例如剛才 柳仔反而提醒了 這個禮拜 也有一件事 就是 採媽壞 就是這個姜濤 就是這個叱測 我現在正式說 有關於 屌尼路 我都說了一兩分鐘 好 你們說什麼 說什麼 吵什麼 我真的不明白 叱測就是要你吵 叱測樂壇流行 頒獎典禮就是跟香港小姐一樣 只是一個雙型的電台 搞一個頒獎禮出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收視 有人說 有人氣 有人討論 哪怕誰做港姐也好 誰拿叱測金獎也好 沒有緊要的 很簡單 很簡單 一分鐘說完 你現在 吹吹揚揚的就是 我最喜愛藍歌手 姜濤這個項目 有些人說他值得 你記不記得 上一年是誰拿了我最喜愛藍歌手 我最喜愛不記得 古天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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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完了 他們的金就是張敬天 古天駱唱了半首歌 當年 沒有唱啊 沒有啊 去年沒有唱啊 不是 他本身是 他在整年裡面 唱了半首歌 那你也知道 那你也知道 只不過是炒作話題 那些人吵到 一人一票選 又說是否一人一票選 說到投票制度是否好 我不夠的 你們 古天駱都可以唱半首歌 拿最受歡迎的男歌手 有什麼所謂 還有些人說到 姜濤唱功又點音 不用了 其實姜濤和一般所有娛樂圈 捧出來的明星 有幾大分別 你以為不努力嗎 其他的明星 其他的歌手藝人不努力 每個人都努力的 每個人都很辛苦的 你《全民造星》裡面 所有人都辛苦的 包括Judas Law 羅海玲 是不是 羅海玲 本來唱Busking 我都有跟他合作過 我有首歌是我作曲 我填詞 他唱的 出過的 那首歌是我以前的廣告歌 叫堅持 是不是 是羅海玲唱的 羅海玲唱功都挺好的 都這麼有名氣 我去過羅海玲的演唱會 是有千多人坐滿的 海洋公園的那個場 他都去玩《全民造星》做什麼 今天真的沒辦法 為何那些明星去玩大陸的蒙面秀 一樣都是娛樂 你吵什麼 在爭論 一人一票選 還有一些最好笑的是什麼 你連姜濤唱過什麼歌 姜濤是什麼樣子 你都不知道 你就跳下去一起討論 真是西非里 你連票也沒頭 又說制度不公 你覺得姜濤不行 你連票也不去投下別人 你連最基本的都不在 你覺得姜濤不行 你就投下別人 你去投下別人 你去投下別人 你沒有投下別人 你連姜濤有什麼歌 你都不認識 那 我立場很鮮明 我管你姜濤還是姜餅 不要緊 努力唱歌 堅持唱廣東歌 我會支持的一個原因 英文歌也可以 國語歌也可以 音樂無分 講到藝術 就無分 什麼 但總之 你努力做人唱好歌 不是男的 就OK了 你們說到她是手足 她什麼時候做過手足 姜濤 她在街上被人鬥過 你 姜濤有沒有說過自己 是你支持運動 她敢說 我就支持她 她不看頭地 沒有 你幫人 把自己的價值亂齊 按下去 網民 笑死我了 講了幾千次 你們關注一個藝人的政治取向 多於一個政壇的人的政治取向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真的很好笑 我都很激勁 阿妹仔 全民造星參賽者 是很努力的 娛樂圈就是看運氣 姜濤當然是有努力 整個過程參與 她又不算太囂張 唱歌 OK了 其實她的歌真的不好聽 我受不了 我不喜歡 坦白說我是沒有聽過 我有聽過 但真的不好聽 有更多新人 例如林佳謙 那些真的唱得好 又懂得作曲 才華更加厲害 為何她不是最受歡迎 不重要的 就算被她拿到最受歡迎 她也要做的 你找回近十年叱測 你自己上網看 近十年叱測 那些最受歡迎的很多 都死了 不見了 那些新人金獎 那些銷聲匿跡 根本她只不過是商業電台 搞一個表演出來 是不是 你們這麼緊張 做什麼 台慶和台慶的表演 一模一樣 沒有討論必要 本來我還想說 商台的黃永是垃圾 垃圾沒有問題 垃圾沒有問題 所以我都好像 我Facebook說的立場一樣 商台商業電台 一日有黃永這些 陷家產 這些藍藍到黑的陷家產 在大大聲聲做節目的話 你商台 無論一台 二台 無論903年 八八一 你都是藍台來的 聽陷家產 說完了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